真一姐露乳 接风凶骗局 拥有丰满的双风是很多女人的梦 但是台中之名30岁的陈小姐向苹果投诉 她说自己身高有162公分 但体重只有37公斤 胸部更是小得可怜 只有A罩杯 尝试过各种风凶方法 今年3月她接到 经济国际开发有限公司的 风凶保证班电话行销 业者还请她自拍胸部照片寄去 让他们了解进步空间 业者看了照片后还现实淡淡说 只要吃他们的风凶产品6个月后 保证让她的A罩杯升级到B或C 让她大为心动 逃出5万块的私房钱买了产品 但是吃了两个月后 一点长进都没 她深觉被骗 勇敢掀起上衣 肉汝给记者拍照 挺身结巴骗局 她昨天也向台中市消保官投诉 并呼吁贫胸组别再被骗 那你原本的罩杯是 我原本是30A 30A 那她说保证班是6个月之内达到什么效果 她是跟我们说至少会大B或小C 但目前为止是吃了一个多月 有效果吗 没什么效果 完全没效果 她秀出这些曾让她充满希望的风胸产品 表示刚开始时 吃了三天都没任何感觉 后来业者还建议她加倍使用 上个月还加上风胸特调 结果还是都没用 陈小姐难过的说 平胸已经够可怜了 还被骗钱 真的是对他们太残忍了 如果以后有类似的这样子的形象 你会想要再买吗 苹果昨天打电话到金顶公司 电话都无人接听 无法破知对方回应 整形外科医师表示 女性胸部大小和遗传有关 风胸食品都未经证实 女性要靠食品来风胸 机率非常低 想要升级罩杯的女性 可能只能靠龙乳手术 对于风胸一窝蜂 明摩时常说 他没想动风胸手术 让33B买升级 他觉得平胸也很时尚 消保官表示 业者已出奔消保法 拥告不实 可处5万到2500万元罚款 用新闻不要再相信风胸产品了 报道